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被点名的还有豆干烤完不入味 秋刀鱼即便烤完但次多吃较麻烦 罚人问津 香肠和猪血糕是比较难烤的 他们都蛮容易烤的 猪血糕又黑黑的看不太出来 香鱼跟鸡腿 因为基本上香鱼的话 它就是它在翻面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烤好的话 它的皮很容易就会脱落 那鸡腿的话因为它比较厚 民众心中各自有烤肉地雷食材排行 除了鸡腿鸡翅 厨师说玉米 角白笋 也都不是中秋烤肉好处理的食材 如果先卤熟它的话 我们就是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角白笋整只烤的话就会比较容易 外面已经焦掉了 里面还不会熟 所以我们也是会把它切成片 难烤食材如果还是想在烤网上 有种烤的感觉 厨师建议可以多一道前置作业 让它好烤一点 例如卤过再烤 或先把玉米角白笋蒸过 就不会出现中秋烤肉 暗黑料理 三星文正讯流星 三段